这张专辑在后面宝贝 它事实上从筹备到发行 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还有加上录唱什么的 其实这次有史以来 我相信应该所有的歌手 没有遇到的事吧 这张专辑我唱完录完 不到一个月 啊真的啊 嗯 怎么那么快 因为我们要配合 这个台南的 观光季 对 它的海鲜节 我给你讲 这个表示你有一定的实力 才能在录音室这一关 这么一下就可以通过 这么多的考验 这就是我的心酸的地方 好了 本节目很轻松快乐 不要在这边假哭 不会一个月 把一张专辑录好 而且里面收录了多少首歌 十首 但是有六首卡拉要送给大家 所以还蛮超值的 也就是说你喜欢它的歌声 其实你也可以跟着音乐节奏 它就是照着那个 一起来跟着唱 对 而且它其实有两张 还有DVD 还有DVD 可以在家里唱卡 OK 现在做专辑真的是蛮辛苦的 你好像要做好多 比如说有的要出写真 对 那有的要复卡拉 有的还要去拍MV 对 哇 那我一直也跟公司想说 要不然我也来出写真 他们说不用了 拜托 不会啊 你很好啊 他们阻止我了 是 对 是怕您太 太over 不是太over 我怎么可能呢 是 结果我们就只好说 没关系我们把漂亮的脸蛋送给大家就好了 我懂我懂我懂 我真的是 我懂你的个性 你到时候那个写真全部包紧紧 没人看 真的 你又这么的比较保守一点 对我真的到现在都还不敢穿那么露的东西 好 不过嘉余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上露的不是身材 露的不是脸孔 露的是她的歌声 真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知道说 有一个魏嘉瑜 她是个高雄人 她很会唱歌 是 对啊 像我们Johnny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小时候认识你的时候 觉得说你跳舞很棒 对啊 那没想到长大以后发现 原来你歌声你这么棒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真的是蛮高兴的 所以赶快要再推荐一下一首歌 来了来了 这个这一定要唱了 因为我虽然是台语专辑 但是我台语专辑里面有唯一的两首 刚刚我们听了一首黑面宝贝是国语歌 对 再来第二首国语歌就是绚丽彩虹 哎呦绚丽彩虹 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 我觉得里面要唱的好深情 里面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里面呢 是也有是带满满满的爱 要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就是听到这首歌呢 会觉得啊 自己真的生活周遭的 每一切事物呢 都变得非常幸福美满 对 其实为什么会出来彩虹 因为是下雨过后 也许当下你被淋湿了 但是没关系 反正彩虹会出来太阳会出来 看到了就把过去不好的心都忘记了 对而且它是美丽的要记得 反正不好的东西 我们把它忘掉之后 它都是永远出现是美丽的东西 将你又入怀中 贴近彼此的心